今天接着说中国潜艇的发展史 按顺序就轮到039了 不过咱们这次得先从一款俄罗斯潜艇入手 1992年中俄海军组团赴俄考察海军武器 在俄海军的垃圾堆 Upward也是在装备户中 挑中了击落级常规动力潜艇 于是在1995到1996年间 首批两艘击落级被交付 随后中国海军又1998年再次订购了两艘 不过这两匹击落虽然都叫做击落 但技术规格上却不尽相同 第一批引进的是877-EKM 属于基本款击落 由苏联海军为完工的舰体续舰而来 水上排水量2325吨 潜岸排水量3075吨 在当时的常卫线程中属于大个子了 这时期对于容纳更多的技术装备 拥有更大的生活空间和更充足的储备福利 不过尽管击落的个头很大 但在噪音意志方面却做得相当不错 首先是采用了流线的水滴构型 其次是停体外层普舍消音瓦 并为发动机配备减震复发 机舱全面应用隔音措施 但最主要的还是潜艇推进系统上的大幅改进 以往的苏联潜艇由于机械故障率较高 都比较偏好双轴甚至三轴射击 但多一个轴就有多一分噪音的可能 而机械级是苏联首款采用单轴单桨推进的常规动力潜艇 早先级配备的是六页大色性螺旋桨 后改为七页大色性螺旋桨 别看只多了一片 但噪音意志性能却得到了大幅提升 因为桨业越多 就越能在低转速的情况下保证推力 而转速越低 发动机产生的噪音自然也就越小 更为重要的是 七页螺旋桨属于非对称螺旋桨 工作中产生的空炮比较少 既避免了空爆破裂时产生的噪音 又提升了推进效率和讲业寿命 苏联的工程师们其实早就知道 企业大色性螺旋桨的好处 但限于加工水平有限 始终都没有噪出来 后来是等到80年代初 从日本东智公司偷偷进口了六台 五轴联动输控机床 才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而赛星用此技术的基洛机 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大洋黑洞的美誉 据分享 其静音性能与德国的209型在伯仲之间 而进口的第二批式则是636型 适合北方设计局为开阔基洛机销路 以877型为基础推出的一个威力加强版 其水面排水量增加至2350吨 潜航排水量增加至3126吨 这使其可携带的燃油增多 作战半径延长至7500海里 更加适合用于远洋作战 此外还更新了新兴整合式潜艇战斗系统 2005年全部服役 总数12艘的击落艇队 便成为了当时中国潜艇部队的中坚力量 使其在本世纪头十年就有了与美国叫板的底绩 即便到了今天 除两艘舰体较老的877型退役以外 剩余的10艘636型击落 仍是解放军的水下矛头 而按照中国海军的传统 既然遇到这么好的东西 自然是要把它的技术 从头到脚的仔细研究一番 从2005年开始 就一直有一艘击落机 经常停靠在上海互动船场内 似乎是处于维修状态 可当时所有击落的舰铃都不超过10年 按理说是不太会需要进行大修的 这很可能就是中方 正在对其结构和技术进行分析 而经过了几年的摸索 中方竟然自行建立了 对击落潜艇的中修能力 包括能夹舰艇耐压 与非耐压壳体的汉缝打开 拆解内部设备 以西方或国产装备 替换过时的鹅板原装舰 且维修后的性能仍能符合标准 对于这种现象 俄罗斯方面自然是很恼火 恨不得给自己曾经的徒弟 补习版权法 但徒弟却一人言耻地说 其实当首批击落其服役时 中国已经在设施新一代的039型了 这算是引进和自然两条腿走路 在80年代的中西蜜月期 中国因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潜艇技术 而大受侦探 认为继续在035长死磕 已毫无意义 需要利用西方技术 尽快投入新一代 常规动力潜艇的研制 039的首艇 于1992年在武汉开工建造 1994年下水 次年开始海市 而这一试就试了很长的时间 之后的数年都没有同心亭继续下水 显示出手艇是存在一些技术问题的 从外形上看 039采用了类似德瓜09潜艇的金型构型 这种构型的手部空间较为饱满 能够较为方便的不止作战设备 指挥台为何设在潜艇前三分之一处 且一改先前033、035的手上水平多 为更先进的维壳多 推进系统敢用当时在西方流行的 单轴大车型螺旋桨和十字型尾多 彻底脱离了老师的双轴停位 真正的步入了现代化的门槛 而其内部的改变则更为颠覆 先前033、035等老师三位先停 在水面浮航或通气管转台航行时 会由柴油机直接驱动 随下航行时正按传动系统与柴油机脱离 由电机直接带动螺旋桨工作 这种推进方式结构简单容易布置 但也由于螺旋桨直连发动机 噪音难以抑制 而冷战后常规潜艇的眼睛方向 是柴电推进模式 潜艇在上浮时 开启柴油发电竹产生电力 会推进电机供电来带动螺旋桨 并同时会逐蓄电池重电 在水下航行时 蓄电池主向推进电机供电 带动螺旋桨 所以现在人们常说的柴电潜艇 并不是指同时装备了柴油机和发电机的潜艇 而是以柴油机发电推进的潜艇 所谓好马配好安 039最初考虑过法国的PSD克PA6柴油机 也就是中国区护舰厂经常用的那个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技术更为先进的德国MTO 039上一口气配备了三台MTO396柴油机 每台功率1350千瓦 使用中发现其稳定性高 动力澎湃且噪音相对较小 深受各部门的好评 此后MTO以及MTO的国产仿制型号 就成为了中国国产柴电潜艇的标配 当然这样也就让西方有了卡脖子的机会 比如最近039外贸型S26T出口泰国的单子 就因为德国下段柴油机供应而搞吹 但可能是由于设计思维的惯性 039原型艇商还是留下了一些历史的印记 原本033035的指挥塔围壳中部 都有一个凸起的塔状物体 那是因为当时通气管整流罩 和潜防径围杆技术有限 没法完全收纳到围壳内而形成的 而039则是简单的将该突出结构 扩大至围壳后端 形成了一个二结状的围壳 这种结构容易导致前厅顶部成流分离家居 产生较为显著的湍流 影响前体后半端的流体性能 这些紊乱的水流 一旦接触到螺旋桨页面 将产生较大的噪音 影响潜艇的推进效率 这一来一去就抵较了彩电推进 加大企业螺旋桨的优势 在后续批量生产的039巨型上 这问题得到了改进 而改进方法是直接在围壳前方加了一块 但这就导致039G的围壳 整体上非常高大 有种水多的加面 面多的加水的及时感 所以总数13收的039和039G 充其量仍然只能算是种 深度过渡型号 就像是一只昆虫 想要努力退河 却又怎么也退不掉 其完整的变身 还是发生在039原级之后 说到这里 我想先吐槽一下 北约对中国潜艇的命名方式 自动以朝代命名的方法有个bug 那就是它的持库数量有限 等到唐宋元明星全部用完之后 再出新潜艇怎么办呢 总不能是中华民国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级吧 而且想必大家也注意到了 前面的039以及039G都叫做宋级 怎么从039A开始就变成了原级呢 那是因为039A的停底舌机 与较早一些的039完全不同 旗改原本的进行构型 全面采用类似击落级的拉长水滴型 外观圆润饱满 停手较为粗大频管 维壳也经过重新设计变得更加低矮 这种改变幅度甚至不能用进化来形容 简直可以算是基因变异了 正因为如此 北约的潜艇专家们才会以为它是全新的设计 刚开始便将之称之为041原级 不过后来中方公布了潜艇的代号039A 理由是持新潜艇 仍然也有与039相同的集电与推进系统 只被视为039的后续改进型 故没有赋予全新的代号 但不管你怎么称呼 039A事实上都应用了大量的俄系技术 变原来的中西混血为中俄混血 而除了舰艇外观以外 039A在武器设备方面也受到击落级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通过636M项目引进的俱乐部潜射反间导弹 2009年中国接收了首批50枚俱乐部导弹 随后便进行了多次试射 结果令中国海军相当满意 多次涉及的命中距离和命中率都超乎预期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 俄方后期是会对中国心存皆低 因此没有出口陆工版的俱乐部 不过这队已经有了一定技术积累的中国军工部门 也不是难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便推出了英机18系列 号称是新术于蓝而胜于蓝 不仅兼顾反间与陆工 而且最大射程达600公里 末端航数为3马克 性能全面超越原版 成为了目前中国海军的主力装备 当然不管是英机还是俱乐部 他们的广告语语都是一样的 叫做令美国航母防补胜防 在2010年左右 039B的照片流传到了网上 其舰体结构多面布局 维壳尺寸都与先前的039A相似 不过新潜艇的维壳顶端前后员 均采用流线型国度 优化了流体特性 此外还配备了新的205型 全测被动升纳阵列 大幅强化了在深水中 对远距离目标的探测能力 后期一部分039B和039A 还加装了中国制产的斯特林发动机 成为了时下流行的AIP潜艇 大幅提升了水下潜伏时间 而在2021年6月 网络上又出现了一艘 又有全新维壳造型的潜艇照片 视为039C 其维壳带有显著的倾斜角 顶部是类似六边形的凸起结构 整体外观非常神势 仍在建造中的瑞典A-R6潜艇 这种特殊的维壳不仅在水下具有降噪能力 在水面也能减少雷达反射率 可谓是一款全景深维壳 虽然放大看 其整体的制造工艺尚不如西方 但出现这种设计 说明中国在潜艇制造技术上 已经取得了大幅进步 而维壳内部的设备也都有更新 改为使用平板阵列天线的水面搜索雷达 取代现前惯用的曲面天线 而较为出众的大型单一是伸缩通续管 也被两根较细的伸缩通续管所取代 这么多的好处应该是能让通计系统互为备份 也就完全杜绝了上级提到的361号的憋气事故 此外这艘039C的锤子伟多商 还出现了拖曳阵列声纳的释放口 这次中国海军首次在常规潜艇上 部署拖曳阵列式声纳 意味着该潜艇的反潜探测能力 得到了大幅增强 以潜之潜不再是一句梦话了 其实到目前为止 039A总共建造了10艘 039B建造了18艘 039C建造了2艘 并大概率还会追加订单 所以在今后 039原级将会成为 中国海军水下力量的绝对阻力 通过对这些潜艇的批量建造 中国才算是完成了 对西方与俄罗斯技术的消化 并在此之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根据美方的观察 在2007年以后 中国潜艇出海巡航的频率大幅增加 显示出中国的水下力量 正在急速膨胀 但这一领美军有更多的机会收集 并评估中国潜艇的深造信号 据他们说 中国潜艇的进行性能 并不如宣传中的理想 在2013年5月 日本防卫省三次对外公布 中国潜艇接近冲城附近水域的追踪记录 并推断其中教义追踪的两次是原级 另一次比较难追踪的应该是击落级 两款不同潜艇同时出动 表明中国海军很可能是打算以噪音叫弹的039A 掩护较为安静的击落级 以达到深冬机器的效果 而从2015年开始 原级还频繁出现在印度洋 先是加入亚丁湾反海道护航编队 后又停靠在吉布提布吉吉地和斯里兰卡 显示出中国还是把水下力量投射到更远的大洋中 而在2023年7月23日 台湾域名于金门附近海域 突然发现一艘039A浮出水面 其完全不估计附近的货轮渔船 大摇大摆的向西南航行 当时正逢是汉官演习的前一天 持续很可能是自信爆棚的中国潜艇部队 向现缺水下占领台湾炫耀武力 而必须得承认 目前的中国确实有向台湾炫耀的资本 仅常规潜艇就有60艘左右 其中超过一半是原级基洛级这样比较先进的型号 此外还有十多艘核潜艇 这个逼人家是装定了 只不过未来为中国潜艇部队检查功课的人 肯定不是台湾 而是以美日为首的反潜强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